时间过得飞快 尤其是在王宝强身上 不知不觉离婚风波过去有六年时间 他也已经完全走出痛苦迎接新的事业与爱情 反观前妻马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遭到嘲讽与骂骂至今都无法翻身 后面马荣试图尝试靠直播带货赚钱 只不过因为口碑太差 刚开始直播就被网友投诉封号 除了直播带货外 他想要通过其他行业赚到更多的钱 但都做不起来 只能说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是迟早的事 马荣可以说是一手好牌打的稀烂的典型代表了 有那么一个爱他 愿意把全部身家都交给他的男人却还不知足 如果不是当年犯下的大错 站在王宝强身边的人是他 而失去马荣的王宝强似乎获得了重生 事业越来越好 机身老戏骨行列 平时历程为影帝 在娱乐圈地位攀升 跟新女友更是甜蜜恩爱 恋爱多年依旧如热恋般的情侣 王宝强新女友叫冯青 冯青比王宝强小五岁 是美国伯克利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学的是市场管理专业 还做过模特 凭借靓丽的外形曾获得世界小姐的亚军 除了模特以外 冯青还担任着四家公司的董事 在镇谦寻魅影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的职务 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富美 不少网友表示着直接玩虐马荣 不得不说无论是才气还是颜值冯青都要比马荣强太多 此前有媒体拍到了冯青 冯青素颜出镜 身穿白色T恤搭配蓝色牛仔短裤 显得很休闲好身材净险 当天冯青所开的车是王宝强的坐驾 而这也不是冯青第一次开王宝强的车了 可以看出两人感情相当稳定 王宝强母亲去世时 冯青还跟着王宝强回老家治丧 据当地村民透露并不太确定冯青有没有过门 至少是没有在村中举办婚礼 只见冯青头戴白镜呆坐在家门口板凳上 看到王宝强这么悲伤他也是悲痛不已 据说在河北一带村里莫过门的媳妇不会带着白金 如果真是这样呢 很可能王宝强和冯青已经领过证了 不过王宝强一直没有出面回应过 但想必也是好事将近了 不难看出冯青已经是得到王宝强家人的认可了 而且冯青跟王宝强家乡的村民也非常了得来 这点对比马荣就要强太多了 之前马荣和王宝强在一起的时候 很少有传出他回到农村的消息 而且还有爆料称马荣之前跟王宝强家人的关系也不怎么样 冯青和王宝强儿子王子豪关系也不错 之前冯青在社交平台上晒过王宝强儿子 可以看出王宝强把孩子教育得很好 也能够看出王子豪很喜欢冯青这位新妈妈 最近王宝强更新动态 晒出一段自己下地干农活的视频 引得不少网友围观热议 期间一个镜头冯青也罕见露面 两人相恋五年 早就已经与真正的夫妻无异 这次王宝强携女友回家帮忙也说明两人感情稳定 冯青是肯与男友一起吃苦的好女人 王宝强在一旁播种于好友闲聊 冯青就在后面用手拨开土地 虽然她穿着白色的半袖 可一点都不嫌脏 让人对她的好感大增 如果说一些明星下地干活是为了体验生活 那王宝强绝对不是 她一点架子都没有 干起活来动作麻利显然是一位干活老手 大家都很欣赏王宝强的这种真诚劲 也很喜欢这种接地气的明星 纷纷在下方留言称赞她不忘初心 而对于恋情王宝强和冯青还是很低调的 冯青几乎不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王宝强也极少在公开场合提起过冯青的名字 尽管没有公开她的女友身份 但这些年的点滴陪伴确实真实存在的 祝福他们一直幸福下去 是